冯玉书 不小心混入了民兵队伍里 后来为保家为国而战的金国英雄 杨成孝 正义勇敢 最后与炮台同归于尽的清朝战士 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在资本主义时代 鸦片战争的炮火敲开了大清帝国紧闭的国门 致使沿海一带战云密布 大地荒芜 百姓流离失所 临近海兵的小村庄 许多被临时召集起来的青壮年男子 站立在校场上 守备大人原想点过锚 应付过去 不料总兵鱼戎忽然清零 命令这支左营炮队立即开拔 冲防误口 地狱英法联军 于是这些或冒名顶替 或女扮男装 想冒领赏钱的沿海农民弄假成真 组成了开服战场的泡兵队 这些百姓发现真相之后 纷纷往回跑 有些又被抓了回来 女的索性被当场斩杀 后来营里有个女扮男装的叫冯玉书 正当大家要脱衣睡觉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女孩 一个士兵要调戏她 被另外一个男人拦下 争吵声引来长官 差点穿了帮 女孩求大家帮忙救她出去 因为军队里发现女孩的话 会被砍头的 这当中又有人想逃跑被抓了 按规矩要被砍头 幸好官员出面阻止 但勒令说 大敌当前若再提回家 则格杀无论 农民的希望又破灭了 这时候 敌人的船队即将驶来 军队商量着如何迎敌 皇上来圣旨说不准开炮 也不准让洋人上岸 为此杨成孝还遭到了训斥 但后来洋人军队上岸 并杀害了一些士兵 杨大人在民兵的请求下 终于打响了第一炮 首战成功 他给了民兵们每人200辆银子 告诉民兵们 回家去 不要在这里丧命 民兵们有敢于杨大人的志气 自愿留下来 他们重返炮台 而冯玉书也经过不让须眉 必须要给点个赞 只是这支临时组建的左营炮队毫无经验 这令杨成孝忧心如焚 这只能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拼死血战 炮台守备夜守信 堵信天命 以为求神保佑便能克敌 结果一物战机 激战中 炮队虽无实战经验 但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尊 使他们组成了同仇敌凯防线 最终残酷的交战 随着大清左营炮队 全体将士的阵亡结束 同许多付出血的代价的爱国知识一样 他们的姓名并不曾因此载入史册 但他们崇高的气节和精神将永世长存 此处应有掌声对不对 当时的清朝政府就是腐败且护化 不然怎么会落得那般下场 但有些人 比如王思聪 一碗消费250万这般腐败 别人还是不能奈他如何 这社会啊 不公平啊 大清炮队 由陈国军导演 刘晓庆 何存壮 王刚等主演 从一个侧面 欧哥了为了抵御外国侵略 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 讽刺了封建王朝和封建官僚的腐朽黑暗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